大家好,这里是佛之愿频道,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,26到30号有一笔横财来,五大生肖接住富贵平安,二十年不缺钱花。 生肖属命中本身就有富贵,财运向来不差,只不过之前一年,经历了破太岁之节以后,运势表现一致低迷,财运也受到了影响,赚钱的机会不多。 而从9月26日、27日、28日、29日之后生肖属失来运转,运势变得越来越好,财运也越来越旺,横财如泉涌,钱财大赚。 主猪的人福泽深厚,福运一直都是笔决得不错,不过在之前的一段日子,运势却有些丝毫的下滑,烦人的事也不少。 不过在9月26日、27日、28日、29日之后,主猪人又枪会迎来好运,不但财运很好,桃花运也很不错,主猪人不但能大赚一笔,搞不好还能得到一种人。 生肖机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主项,运势气场一直很强,但是这两年生肖机却一直命返太岁,运势也因此受到压制,变得极其低迷。 9月26日、27日、28日、29日之后,生肖机枪时来运转,运势变得越来越旺,横财也会越赚越多,轻松争大钱。 生肖狗9月26日、27日、28日、29日生肖的侯父族,吉祥、和谐、辉煌,他们关心工作场所,他们的事业蒸蒸日上,发展顺利,他们前途光明。 他们之前由贵族护送,之后由财神协助,他们真的很幸运,他们的运气逐渐好转,生意兴隆,名养世界。 生肖狗人从小就很幸运,9月26日、27日、28日、29日虽然他们不一定富有,但他们每天都过着充实的生活,他们心地善良。 当他们看到别人需要帮助时,他们会伸出援助之手,他们在生活中有助广泛的联系。 有时他们帮助别人得不到任何好处,但他们总是为自己鸡肋美德。 在生活中有很多好运,今年煮于老虎的人既苦又甜,他们必须调整心态,冷静面对多做好事。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勋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。 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裁缘广尽,笑口敞开,生意兴隆。 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,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。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。 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保佑。 四大福运生肖,得大伯公照福,福星入命,钱财勿赚。 有些生肖从出生就开始拥有福运,财运,想知道是哪些生肖的人吗? 快来一起看看吧,生肖马。 竹马的人今年命宫有福禄吉星庇佑,运势大仗。 如果能接住好运,失业会一帆逢顺。 他们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,收入比以往大增,荷包封盈。 吉星方面出现三台,天解,画葛星的拱罩,整体运势渐如佳境,前途大好,能摆脱霉运,并迎来阳光。 而且工作运可越是如日中天,随助人莫逐渐宽广,容易得到提拔,进而进升不断。 生肖虎,竹虎人的好运气其实跟他们自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 这是因为竹虎人是一个做事相当周全的人,他们会不停地去规划自己后面的路。 比如自己应该提前做好事嘛,才能够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地顺利。 而竹虎人把路都记不好了,他们的人生自然就没有太多的阻碍。 生肖虎,竹虎人的好运气体现在他们总是有贵人在相助,他们一路走过来,每次遇到麻烦。 自己都还莫怎么烦恼呢?就已经开始有人在帮他们解决问题了。 所以竹虎人真的是坐等成功的那种,轻轻松松地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记搞定了,真的是太幸运了。 生肖虎,竹虎人能够拥有如此的好运气,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相当的机灵。 竹虎人拥有十分敏锐的直觉,所以他们在嗅到不对劲的时候,就总是能够及时地刹车住。 因此别人纷纷陷入麻烦中的时候,他们却是能够独善其身,完全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。 他们的人生顺利无忧,难无大慈大悲观时音菩萨,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。 吉神相随,所求如意,逢勋化吉,神志动达,幸福如意。 心想事成,如意吉祥,万事圣意。 财源广尽,孝口敞开,生意兴隆。 蒸蒸日上,福如东海,寿彼南山,年年有余。 世事顺心,万寿无疆,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,如意吉祥,愿三宝加持和富佑。 这四大生肖一生运势极好,天生就是富贵命。 上榜请接福,这几个生肖,这一生的运势极好,天生就替何当官发财,有些生肖更替何净商的。 自己努力的同时也不辜负家人,快和小月一起来看看都是哪些生肖吧。 生肖马,竹马的人性格积极越观,做事情非常有冲净,所以一生总有贵人相助,事业上如鱼的水。 无论是财运环是事业运都无比的顺畅,成功对他们而言,并非摇不可及,所以小月月竹马的人,一生富贵平安,财源不断,富贵命负体。 生肖兔 生肖兔的朋友,性格内向,心思手软,别人总是利用他们的善良,所以主兔人经常被人欺骗。 不过,他们并不会在意,依然会以越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。 他们不禁对无朋友出手大方,而且也孝顺父母,口碑很好,受到大家的欢迎。 小月想月主兔人一生中贵人很多,财运玉日俱增,不会有贫穷的时候,融化富贵。 生肖鼠 生肖为主鼠的人非常敏感,对一些好的机遇的时候有很好的意志,能把握主获得成功。 天生剔合竞商,有发达的商业头脑,思维缜密,与任何人打交道都应对自如,是不错的人才。 生肖鼠一生财运极好,能获得大笔财富,生活顺利,家庭美,满。 生肖鼠 生肖鼠的朋友,运势飘红,倘若真的把握住大运,可谓是财源滚滚。 之前付出的努力,终无收获回报。 一扫早前一段时间运势不太好,身边常有小人作祟的状态。 另一方面,生肖鼠之人。 贵人从四面八方来帮助自己,同时要明白,要多接触下不同的人群,提升格局。 相信莫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,经过不断奋斗,将来心中很多梦想都将会成为现实。 生活中莫有过不去的魔观,生命中也莫有离不开的人。 如果你不被珍惜,不再重要,学会化丽地转身,你可以哭泣,可以心疼,但不能绝望。 今天的泪水会是你明天的成长,今天的伤痕会是你明天的坚强。